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同工 感谢主 他是我们在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得到这一次的129大逼迫 作为赏赐 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 超过100位牧师长老同工弟兄姐妹 被带走 他们如今身在何处 我们难以知道 即使知道 也很难做什么来帮助他们 但好在我们肯定的知道 他们必在主慈爱的面光中 必在主恩典主前的护理中 主必在他们的捆索与混乱 混乱中与他们同在 取多比多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样的试炼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名 常住在你们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有欢喜吗 你们因为这间教会 与基督一同受苦而欢喜快乐吗 你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吗 我们这贫穷的人 如今要得到主 从天上所敞开的荣耀的宝库了 我们这软弱的人 要得到主从天上 所赐下来的亲自的安慰了 我们这瞎眼的人 要得到主基督大光的照耀了 我们那在福音征战前线的弟兄姐妹 要大大的赚上一笔属灵的财富 感谢主厌重我们 感谢主 借着他自己的真道 培植我们 感谢主 借着过去磨难的日子 不断地操练我们 感谢主 借着今天的逼迫来凋削我们 愿主赐给你们 极大的喜乐 极真实的盼望 使我们可以靠主刚强 接下来的两天会如何 接下来的一周会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日子都在主的手里 正如他凝露为双 降雨成雪 正如他在苦寒之处 是梅香四溢一样 我们在主的手里 若能因困苦 因苦难 发出福音的心象之气 那是何等的美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接下来我们恐怕 要面对大逼迫的新常态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 三年前的12月9日 对贵阳博士教会的逼迫 正式拉开帷幕 他们的弟兄姐妹 也是被一个一个的上门 几个警察和社区人员 控制一个人 他们的小组 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 被拆散的 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应对呢 按照长老会所准备的预案 我们有几个要做的事情 第一 尚在自由之中的长老 必须担负起 牧养全教会的责任 等待牧师长老的陆续 获释 如果48小时之后 我又牧师尚未获释 将由尚在自由之中的长老 按照之前约定的次序 来带领教会 走效益阶段的路程 无论如何 就与申约教会 不会改变之前 所公开宣告的信仰告白 和公开化的道路 也不会改变 我们所持守的政教分立的政教关系立场 和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教道路的 美好属灵传承 我们既不会在宗教局登记 更不会交入参赐 这是第二 第三 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公开聚会 退回小组 无论是谁带领教会 都一定会尝试 回到主所赐给我们的会堂 任何封条 拘禁都不能够阻挡我们 回到会堂敬拜的决心 除非所有长老 和能够带领教会 公开崇拜的传道 神学生都失去自由 否则我们不会退回小组 会堂进不去 我们就会另外租赁地方 实在是没有室内可以敬拜 我们就开始户外敬拜 第四 小组聚会是教会最后的底线 如果还有一点点机会 可以全教会一起敬拜 我们就绝不退回小组 而如果我们在小组 在基督徒个人家庭中的敬拜 也要受干扰的话 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来为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 翻转之大能做见证 我们愿意 两百人 三百人 五百人都被他们抓起来 关起来 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是为了信仰 甘心乐意 受如此的逼迫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逃亡的路上 写信给你们 愿你们因基督的福音 满有喜乐 充满盼望的迎接 前面更重的十字架 更艰难的生涯 基督是主恩典为王 背负十字架 奋心服务 这是旧于神约教会 从主所领受的意向 愿我们众人都得着他 宝贵他 实践他 博出他 爱你们的阴强弟兄 主后 2018年12月10日下午 感谢主 愿主来保守我们教会 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 来走走他所赐的道路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